大家好,我是光灯 最近看了好友菜秤的一期种餐 完全种草 主角就是他 今年的第一顿小龙虾 还是非常的开心 那我今天来复合这个小龙虾概念 先来大量的大蒜 先把虾的头切掉 从虾位置里去处下鲜 倒菜子油 油热了后下龙虾炸 变红老厨 我们在锅里面留一点那个虾油 再加一勺猪油 然后倒入大蒜 小火慢慢炒大蒜 我们现在加姜馍 小米椒 现在加小龙虾 现在加啤酒 蚝油 加酱油 去上面的馍 那现在像这样烧15分钟 15分钟后加剩下的大蒜 然后现在就熟一下汁 在外面吃拌面的话 我一般会一点好几种挑头 所以我尽量要加一下自己的小窗椅 好 然后面上另一点酱汁 一次性多做几分 那今天这个粉量正好做了6碗呢 就当了今天的员工餐 好几分 谢谢 蒜香味很赞 好有食欲 好有食欲 嗯,不错不错 好吃 我尝尝 这个蒜香的味道绝对足了 这么多大蒜的切碎也不是白切的 很香 本身就味道很浓很香 是再加那些小鸟头 真的很不错 在中国吃小龙虾我吃了很多很多很多汁 这是第一次做一个重视版本的小龙虾 很开心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,拜拜